金融酒吧櫃檯內 一名男子走回位子上 從包包裡突然拿出一把槍 還指向另一名男子 男子被其他人安撫回到位子上 但火氣還是很大 不斷的拉滑套 甚至嗆聲自己的叔叔是議員 這起酒客亮槍事件 發生在4號凌晨 金融市某酒吧內 這名男子闖入櫃檯要調冷氣 當下被店長制止 男子居然惱羞成怒直接亮槍 事後店家報警 但案情遲遲沒有下文 市議員鄭一芳接獲陳情 懷疑警方吃案是否受到壓力 案發至今已經過了五天之久了 那我想嫌犯的特徵已經非常的明顯 那至今都還沒有破案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警方包庇 還是有什麼壓力來導致 還是嫌犯有什麼樣的背景 而導致警方至今還沒有破案 市議員鄭一芳質疑 金融警察局7月強力執行打炸 查氣槍支 不到一個月 金融就發生酒吧被恐嚇 治安令人擔憂 這三個月內 金融市發生了五條重大的刑案 警察局真的有在顧我們金融的治安嗎 俠內某酒吧遭一名成年客人疑似持槍恐嚇 警方獲報後隨即成立專案小組 報請地檢署指揮偵辦追查犯嫌 並以鎖定犯嫌身份積極查氣中 第一分局表示 警方第一時間獲報不敢大意 立即擴大調閱監視器追查犯嫌可疑行蹤 絕不寬待不法分子之惡行 不過警察局強調 案發後已經鎖定了誠信嫌犯 近日就會將他追跡到案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道